大部分的家長聽到自己的孩子 想要開始存錢、記帳 甚至放銀行做訂存 通常會覺得 哇!我的小孩長大了 懂得為自己的未來著想 但是啊 如果聽到自己的小孩 想要把存的錢 拿去做 股票 做 果子 則是會啊 欸 Brian 你來啦 怎麼了 愁眉苦臉了 我做美股被媽媽發現 所以被趕出家門了 啊 就像這樣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我是Will 歡迎收看Will Be Good 今年為了因應新冠疫情 各國通過了許多 刺激經濟的方案 而這些資金有一大部分 流到了股市裡面 所以啊 不論是美國股市 或是台灣股市 開股的人數 都紛紛創下新的記錄 而且30歲以下的年輕人 在台股的開股人數 更是從3月份開始 主要的上升 但是啊 各位年輕人 正當你準備好資金 想要把你好不容易存到的錢 都放進去股市的時候 哎呀 玩股票沒有一個好下場的啦 跟你講啊 小心以後股票會變壁子啊 欸 你看你那個親戚 就是因為玩股票 現在欠了一堆債 還敢玩股票 嗯 有沒有發現 長輩們就會一個一個跳出來 強調當年做股票的有多慘 不過啊 他們也沒有說錯哦 畢竟呢 台灣股市從30年前 創下了12682的新高之後 一直到了最近 才要創下了新的高點 相較於美國最近30年的指數漲幅 真的是相差非常非常的多 至於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之後我們再做一集 來跟大家說明 其實啊 長輩會勸你 目的也是為了你好 擔心你沒有經驗 就想要投入股市 會將辛苦賺來的錢 賠掉 說到這裡啊 各位年輕人有沒有發現 想讓長輩接受投資 並不是要說服他們投資有多好 而是呢 要讓他們對你放心 所以呢 自己要先建立好良好的概念 以及正確的知識 才是更重要的哦 今天 我們就分享 三個投資之前 應該先做好的事情 以及該有的概念 第一 建立個人的預算表 及損益表 先將當月的收入 及支出預算列出來 等當月結束的時候呢 再將實際的損益填上 這種方法可以讓你找到 主要的開銷 也可以發覺 自己竟然在不知不覺中 流失了許多小錢 第二 需要先有保險金 以及緊急救難金 這些錢是為了應對生活中的一些突發狀況 讓你不會因為生活中的意外 被迫做出不好的投資決策 如果想知道更詳細的內容 我們之前的影片有做過介紹哦 第三 建立風險的觀念 沒有一種投資是百分之百獲利的 所以在做任何的投資之前 都需要先經過神聖的評估 並且了解背後可能的風險 再進場投資 當你做好投資前 該有的準備 並且擁有良好 以及完善的投資概念之後 再向長輩們分享 這個時候就可以有機會 從單方面的說服 變成雙方面的一起討論哦 好的 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請持續的關注我們 我們會一直更新小短片 我是Will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